灯亮清水 我们帮独居老人 陆平灯亮清雪陆 一轮到郭子乾这词 不只韩市长上升 还带完罢韩梗 但是我只能到6月12号 满未期一个礼拜 你现在不是郭子乾吗 我有连任了 他就要卸任了 你也来得太快 去得太快了吧 模仿搭上14梗 让现场笑声不断 其实郭子乾过去也曾扮演 韩国瑜分身 与本尊同框搞笑 东西卖得出去 人进得来 高雄发大财 被问到罢韩议题 郭子乾这么回应 角色的陨落并不是代表说 这个人就挂掉了 而是看他什么时候再起 我又才开始模仿 所以对我来讲 只是一个模仿角色 暂时不见 郭子乾更举了苏贞昌的例子 年前20年前我模仿苏贞昌 当时他才支持台北县长 那到了2008年 他代表民进党要选总统 跟当时谢唐庆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也觉得 那苏贞昌可能就没有政治生命 没有想到这几年 你看他又当行政院长 我又把这个角色又模仿回来 出席这场公益活动的 还有韩国瑜大学同学 历经认为失败不见得是坏事 有成功也有失败 失败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时间如果想为民服务 都会有机会 这样你做得好 只要大家接受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透光养晦用时间去换更好的精力 历经曾为韩国瑜站台 表达立体之意 也曾上他的节目 两人镜头前互动自然搞笑 但解释跟韩国瑜只是同学关系 有交集都在荧幕上 下了节目没有联络 希望他能借此 透光养晦用时间换取更好精力 谢谢陈家伦 李玉涵 台北采访报道